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老景观影 今天继续介绍高分美剧《黄石》第三季第二集 在老达顿的开解下,泰特终于睡了一场好觉 这次他没有在清晨清醒,也没有做噩梦 起床之后就跟着老达顿一起去钓鱼的 同样起床有点晚的还有贝斯 他在昨天晚上住进了雷普的新屋子 贝斯起床的时候,雷普刚刚把早餐做好 这份久违的温暖,让贝斯在吃饭的时候差点流泪 莫妮卡也在差不多的时间醒了过来 不同的是,她身边没有一个人 虽然只是和泰特分开的一天一夜 但莫妮卡已经开始担心她的情况 于是准备和拉获的雷普一起去营地看看 而此时泰特正在营地兴致勃勃地准备做饭 老达顿不断接到声音上的电话 但他却借口信号问题,说了两句就挂了 在下令将营地整体挪向高处之后 老达顿的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的 他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宁静 另一边,杰米也来到了训幕委员会 开始的他上班的第一天 刚上班的杰米显得十分的高兴 但很快,他就接到第一个报案电话 香草县检察官兰迪说 一个木桶塞骑手的货车被偷了 一群盗贼偷走的卡车拖车以及马和鞍 因为被偷走的还有马 所以兰迪认为这件事也在杰米的管辖范围之内 他希望杰米给自己派一个副手 用能让大家知道的方法处理这件事 也就是私自处理一下那些罪犯 震慑一下其他人 到时候他会给杰米介绍一些新朋友 这对于杰米之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挂了电话之后 杰米准备让亨顿去协助兰迪处理这件事 泰特在见到妈妈来看望自己之后 非常的高兴 莫妮卡说的果然没错 泰特在这里情绪好了很多 在没有人的时候 雷普向老达顿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然而老达顿却说 那些房子是雷普应得的 雷普说 他想说的不是房子的事 而是那份老达顿给他的信 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人写过那样的信给他 随后雷普说起了 夏天在这里建造营地的事情 因为新的营地的建立 他们的人手有些不够的 他们必须要招一点新的牛仔增加帮手 雷普的意思就是找一个女孩来帮忙 那样的话 就有人收拾宿舍的 莫妮卡找到了在附近寻找狼群的凯西 短暂的分别 让两人放下的以前种种的矛盾 在森林里亲热的起来 可就在这时 一头狼出现在他们身旁 凯西发现 这头狼没有什么攻击意图 于是就和莫妮卡 一起忽略了这头狼的存在 晚上 凯西一家三口睡在了一个帐篷里 莫妮卡突然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宁静 她非常喜欢这种远离纷争 在大自然里生活的感觉 但想一直这样生活可不容易 必须要放弃很多东西 半夜熟睡的凯西 突然听到了牛群的叫声 在拿起枪走出帐篷之后 凯西又看到了白天的那头狼 她似乎并没有攻击牛群的意思 只是站在那里 定定地看着凯西 凯西放下的枪 并蹲下来注视狼的眼睛 她告诉那头狼 他们不是朋友 这里没有她想要的东西 森林属于狼群 但山谷属于牛仔 牛群也属于牛仔 在凯西说完之后 那头狼像是听懂的一样 扭头就跑了 这时 老达顿也拿着枪走得出来 她听见了凯西和那头狼的对话 这让老达顿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那个老牛仔 也可以和动物说话 另一边 贝斯正在和合作伙伴鲍博 讨论市场股票建立度假村的事情 他想不明白 那么大一个公司要在当地合作 为什么不先找他们 现在纽约的律师 在他们的地方招摇过时 贝斯却无可奈何 鲍博提出了和市场股票的对手 合作的建议 但是市场股票的对手万豪酒店 唯一与众不同的特点 就是滑雪度假村 他们这里离机场 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建立滑雪度假村 压根就没有赚钱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 贝斯突然意识到 市场股票可能不是要建俱乐部 而是要用买下来的那块地 建造飞机场 再用租赁来的地 建造滑雪场 到时候 他们就可以在这两片地的附近 建造一所小型城市 鲍博说 现在要紧的事情 就是要把他们周边的地 全部买下来 贝斯决定 调查一下负责市场股票的基金机构 然而这一查 却把贝斯吓了一跳 那个牵线搭桥 负责房地产基金的罗克 竟然就是贝斯 遇见的那个在河里钓鱼的男人 不过这也不能阻止贝斯 去找罗克探探虚实 罗克在见到贝斯之后 一点也不意外 他似乎早就知道 贝斯会找过来 罗克说 自己虽然管理着资金流向 却不阻止已经发生的事 他认为在这里建造一座城市 是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事情 而这一切的开始 则需要建造一座飞机场 和一座滑雪场 贝斯听完之后 有点生气 他根本没有考虑过 这里的农场主的感受 达顿家族 势必要和他们站在队里面 而达顿家族的牧场这边 却在热火朝天的选拔新牛仔 一个德克萨斯的女孩非常厉害 但他说话的口音很重 脾气也有些暴躁 雷普觉得 这个女孩在牧场宿舍 绝对不会受欺负 让他加入进来 是个不错的选择 亨顿很快就找到 被偷的木桶赛骑手 那两个偷东西的人 也被抓了起来 亨顿决定 在把他们抓起来之前 收拾他们一顿 以尽小油 于是 就把那两个人 关在的拖车里 自己则开着卡车 疯狂地在路上乱晃 让两个罪犯在拖车里 东倒西撞 受尽苦头 可是等到亨顿回到赛场附近 打开拖车后 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那两个罪犯被撞得 头破血流 躺在车里没有呼吸的 雷普坐在屋子外 突然听到了狼嚎声 但是等他拿着枪 走出去之后 却发现 发出狼嚎声的是 喝醉酒的贝斯 这是贝斯 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独自一人在牧场上 这里只有他和雷普 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而在营地里的老达顿一家人 正在和其他的牛仔们 围着篝火 吃着晚餐 老达顿说起了 凯西小时候的事情 和自己的妻子 说起这个可怜的女人 牛仔们之间的气氛 顿时低落起来 在晚上准备休息的时候 杰米接到的亨顿 从监狱打来的电话 他又惹上大麻烦的 亨顿过失杀人这件事 和杰米脱不了干系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